我們補充一下就是剛剛那個網站 我們有提過它的限制是什麼 是不是給你中低解析度的 那麼如果你要真的要拿去印刷 比如說你可能要做大海報 那這個時候中低解析度運出來就會怎麼樣 模糊 因為點證圖的關係 如果你沒有想要付費 又想要高解析度的怎麼辦 所以你知道我有幫你準備一個 這個網站它的AI等級 跟我們的剛剛那個remote in background是一樣的 所以我下面先給你看一下它具備兩個比較一下 你看我們這一張是在這裡 圓圖在這裡 左邊是我們剛剛的 右邊有沒有是我現在介紹的這個 效果是一樣的 那我們再往下這一張 狗狗是這一張 有沒有感覺具備出來的效果一樣 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 你說Adobe Photoshop有沒有類似AI 也有 它最近這兩年也有在推 不過我必須跟各位講 Adobe的還在幼稚園 因為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人家這個已經出社會賺錢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那個AI程度真的有差 所以你看這個花的部分 那我剛剛有提過 其實如果你的主題不明確 比如說你就櫻花林 有沒有 或者是這個像我們最近這個 還有什麼 很多那個 風鈴木啊 對不對 不管黃的啊 還是粉紅的 整棵樹全部都是 但是又沒有人站在那裡 他可能就不知道主鳥是誰 這個時候 失敗的機會就會比較高 這樣OK 這個是你可以了解一下 那這個網站呢 我們剛剛介紹補充的這個呢 它的介面 就沒有像我們剛剛那個網站一樣 那麼優秀啦 它就比較傳統 你要註冊會員 第二個 你的檔案不能複製貼上 你必須先存成一個檔案 然後再點選上傳 好 但是呢 它好處就是你傳一張多大的 它就給你一張多大的 所以看你的需求 好 這個是我稍微補充一下 這樣OK嗎 可以 好 那我們上課會像這樣錄影 這一段